如何把南瓜做成孩子爱吃的 今天就分享这种南瓜这么爱吃的 就用这种最接地气的老南瓜 这种南瓜吧 你做菜千里截都吃得完 要是做小吃 多少都不够吃 这个就去皮之后切成小块 上锅蒸20分钟 我喜欢用电蒸锅 因为你免一下就行了 避免老是忘时间 这种南瓜吧 它水分大 也好熟 你看用勺子一压 搅一搅就成泥了 咱今天用一个配方 换三种烹饪方式 就能做出三种不同口味的小吃 压成你的南瓜 加糖 少量多次的加糯米粉 最终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像这样 现在啊 做第一种小吃 最简单的 揪一块20克吧 先团成个球 然后这样一捏 就成正方形了 这就是南瓜小方的呸了 就这样 直接放到空气炸锅 170度15分钟 一个个的都成脆皮球了 这个吧 就特适合当一个低脂小零食 你看这一捏 外面可脆了 里头还懦记忌的 可好吃了 第二种 南瓜芝麻球 先搞一个豆沙馅 红豆馅不要买 自己做的才是最正的 就直接腌完了之后 一炒就完事了 这个馅空口吃都贼好吃 还是刚才的南瓜面团 20克一个 搓成球 摁扁 铁上豆沙馅 包起来再团成球 再滚一圈芝麻 滚紧实点啊 这就是芝麻球呸了 我一般是油温180度炸 中小火炸个四五分钟 反正差不多就是飘起来吧 就好了 千万不能火大了啊 不然芝麻就都黑了 因为咱是自己做的 所以不会特别甜腻 全是原始菜的香甜 家里老人孩子 特别爱吃 第三种 就是最经典的 南瓜饼了 不过里面的糖馅 得调一下 白糖60克 加15克的面粉 搅和匀就行了 这个桥就得50克一个了 大拇指绕圈捏成个窝 填上糖馅 用虎口啊 一点一点收口 然后再团一下 轻轻压扁 哎 南瓜饼胚就好了 也可以这三种都捏好了 统一做 那南瓜饼就用煎的 为什么说它经典呢 因为简单 又脆又糯又香 很甜 只需要最小火 煎到两边金黄就行了 家里再有吃不掉的菜南瓜 做成这些 都不太剩的 馅儿我是煲了白糖和豆沙两种 也可以煲红糖芋泥 怎么做都好吃 南瓜三拼 哇 这啥全南瓜 这个是脆皮南瓜球 最好吃吗 就有点像那个 拉卡罗 你看那个外面的皮 杂膏 这是爸爸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 我小时候连吃都没吃过这个 你小时候没吃过啊 蛤